哈喽大家好,我是连绒包,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马上呢就要到圣诞节了 我自己呢非常非常喜欢圣诞节 也非常享受美国呢道道出出的一些节日气息 圣诞节呢可能不仅仅是大家出门的圣诞购物 也不仅仅呢是你在家里做的各种各样的圣诞装饰 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呢 我就想来跟大家讲一下 庆祝圣诞节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那么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那么圣诞节呢是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出生 那么就是celebrates the birth of Jesus 那么这个耶稣基督是在哪里出生的呢 是在Bethlehem 这个Jesus的爸爸是Joseph 妈妈是Mary 他们呢是一直住在Nazareth的 但是当时呢这个Augusta Caesars 他呢就要求来做一个人口普查 就是Census 所以呢他就要求所有的人呢 都返回他本身来自的地方 然后呢Joseph和Mary就回到了Bethlehem 他们呢就为了这个普查 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trip 就从Nazareth回到了Bethlehem 因为Joseph的爸爸就是本身来自Bethlehem的 那么这个Jesus是在哪里出生的呢 他是在一个manager里面出生的 什么是manager呢 就是像是那种草垛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因为这个人口普查 很多人呢都被迫于旅游回到他本身出生的地方 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的就是宾馆不够用了 当时呢 三位 wise men 他呢因为天使告诉了他们 一个king 一个国王即将于出生 那么就是Jesus 所以呢这三位 wise men 他们呢就跟随着North Star 他们指的路呢去看耶稣基督的出生 这个呢也是为什么在圣诞树的顶上 大家都会放一个星星 你可以放星星 也可以放天使 那么放星星的这个目的呢 就是因为这个three wise men 当时呢是跟随这个North Star 去看耶稣的出生 他们呢是Eastern King 他们就带了很多很多的好东西 去看耶稣基督的出生 他们就带了gold 就是金子 Fankersens 就是一种香料 还有闷 有的时候开车经过别人家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看到有的人在家的院子外面 来做这个manger scene 这个圣诞装饰呢 就是模拟当时Jesus 出生时候的一个情景 这个圣诞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因为Jesus就是God 他在地球上出生了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 这个呢就是一个简短的 对圣诞节的一个介绍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 我之前呢也有录过一个视频 是有关美国宗教信仰的 你如果看完我今天这个视频 对宗教信仰感兴趣的话呢 我就非常推荐大家 去查看一下我的另外一个视频 你如果喜欢我今天视频的话 就请给我点个赞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